大家好我是阿天 這次的這個荒火騎士 基本上我現在也還是10% 因為現在大家都有這個SP 適用的這個8燈喔 那可以看到我打大概是 17B吧 很爛喔 那可是這個8燈一個人 這個適用的SP8燈就佔了6B 所以說他一個人傷害已經佔了三分之一強喔 所以基本上 8燈的傷害會嚴重的影響到這個排行榜 所以我們才會這個 需要跟這個大佬去 去抱這個大腿喔 好那在下一期的話 怎麼講呢你現在適用的話下一期應該還可以用啦 所以說這個SP8燈應該是 穩穩的是組裝夢境角 但是沒辦法人家是SP的角色 好那另外第二件事情呢就是 我們來看一下還記得這個活動嗎 聖誕節這個活動 那這邊我已經活動結束囉 也不是說活動結束啦 活動有一個月的時間 我記得是一個月啦我們看一下規則 到11月30號齁 所以說這個時間非常的充足 就算你只有一個人的話呢 你每天解也可以解得完 那感謝這個跟我組隊的這個LEN大大齁 那基本上呢我們已經全部解完了 然後呢你就是每天回答個問題 然後這個什麼 每日齁這個活躍度抽10次 另外呢來個轉轉樂齁 然後就可以把這個所有的這個任務給解完了 所以今天才11月13號 我們兩個人合作呢就已經解完全部的這個任務了 那也可以獲得最後的大獎是3000賺齁也是不錯 好我們來看一下齁 欸獎勵領取齁這個3000賺齁 好 那再來就是鬚空萊克齁已經開始兌換了齁 所以我們趕快來兌換一下啊 免費的齁免費的最划算 然後我要選擇的是迷宮壁 其實迷宮壁的話算了算了算了 畢竟高階壁的話還是可以換一些這個什麼 這個神魔角色嘛對不對 可是迷宮壁我也想要換這個虛空的紅磚武 所以到底是紅磚武稀有呢還是神魔呢 好像也不用比 一定是神魔角色稀有啊 那就算說這個目前該有的神魔都有了 那繼續把星級列上去也不錯 好啦 那就決定這樣子換吧 好 OK 傑洛特出來了 然後我們選擇圖鑑 不管好不好用 先換出來再說 反正這個就給大佬去測試 我們要先有再說 不然到時候呢 你只能在好友 駐場傭兵這個地方去借 那真的是很麻煩 好 那我們來連動一下 我們傑洛特要跟誰連動呢 呃 跟誰啊 比較不會推圖一起上場的 德雷斯嗎 呃 這個正式博的角色很多 我可以慢慢挑 我看一下 雖然說多 可是 也不確定說是不是就真的不會上 那我覺得 我覺得 狼人嗎 狼人也不一定 可是現在團隊員這好像也不會用到狼人 呃 風狐塔利 瓦爾 瓦爾克是確定不會用到 好啦 風狐塔利好了 風狐塔利好像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在用到 OK 好 共鳴囉 OK 建立共鳴了 太好了 刻印也開了 這樣子就直接是五星了 看一下 我的風狐塔利上共鳴了嗎 有 有 有 625級喔 好 我們就先給他 先給他升上去 好 哇 這個 這個金銀專武都破千了 好 那傑洛特的這個大招好像 好像是跟 好像是攻擊力提升 然後好像跟他的這個什麼 呃 他大招會有 呃 喝藥水 然後呢 再緩緩的減少他的這個能量嘛 命中敵人後續暴擊提升5點 疊加5 疊加5成 呃 呃 這個 要玩他的話呢 至少也是要專30吧 好 這樣子喔 然後呢 呃 大家虛空裝準備好了沒有 我已經準備好了 他是這個敏捷的裝 但是沒那麼急 然後夜耐法的部分 是這個髮裝 欸 這邊都有了 只是我的那個 升階的這個道具有點不足喔 好 所以說這是夜耐法的部分喔 好 那最後面呢 我們來看一下說這個 呃 這個 秘寶小彎 好 秘寶小彎 大家都應該解完了吧 好 那我今天才把他解完了 然後我們來最後面呢 來領個獎 來領個獎 然後我們就選一選吧 好 粉塵升級 工匯幣 工匯幣沒有錯 等一下我們就來小抽一下吧 然後 呃 這個是紅裝5 來個T3 紅裝5 好 等一下我們也把精英開看一下喔 呃 昌老師 呃 昌老師的話呢 我已經 呃 一星了 所以說再提升上去我覺得也可以 但是昌老師的話 他會需要這個專武跟刻印喔 那我現在還沒有 還沒有白色的話是 是 這個艾倫喔 好 那我們就先 先 先 先選擇吧 然後這邊喔 呃 紅裝5 一樣喔 金盒 金盒 呃 紅裝5 其實我金碎也是很欠耶 也是很多角色想要 想要先 先把他上30 好 沒關係 我們就選一選 這個樣子 欸 沾星10抽 波爾幣 T4 好 這樣子選完了 哦耶 好 來看一下齁 我的這個艾倫還差幾隻啊 艾倫 欸 好了嗎 欸 艾倫好了嗎 還沒 啊 還沒有齁 艾倫 艾倫 還差兩隻 但是沒關係 齁 我現在的話呢 呃 呃 是這個水晶是 795 齁 795 應該 還不會被踢出去吧 來看一下齁 現在的這個牛曲夢境 呃 這個極域夢境 齁 785 欸 還可以還可以齁 對 那個什麼 你獲得這個傑洛特齁 其實也是加5級 然後 呃 這個 所以說呢 這個傑洛特可以兌換的時候呢 應該大家的這個共鳴水晶等級 又會再繼續往上拉5級 呃 影片的最後面 我們就直接來一個 開箱 齁這個樣子 開箱 才10抽而已 齁 開一下 欸 哇 欸 有一個費恩啦 齁 其他都沒有 超級珍貴的卓越精英英雄靈魂石 兩顆 啊 這些都有了 好 然後呢 最後面 我記得我這邊還有 欸 哇 朔利斯10抽是不是 中了沒 欸 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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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欸 影片的最後面 我們還可以看到朔利斯上白色欸 哇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齁 和一下 欸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影片還沒結束 齁 我的朔利斯齁 終於畢業了 好 那在SP這個 朔利斯畢業之後呢 呃 我原本是想要練SP的這個 色恩齁 因為呢 SP的色恩真的很多地方都可以用到 然後有一些小機制啊 副本啊 秘寶俠灣啊 耀光塔 有一個單 單金色的SP色恩就很好用了 然後他又是樹工了齁 這些青小怪啊 開場啊 都很方便 可是呢 欸 還有一點啊 就是說 呃 這個團隊遠征啊齁 也有這個 如果說你有高級的是SP的色恩的話呢 呃 基本上齁 這個開場四級也是有可能的齁 也是有看到這些紀錄 然後另外看到很多人的這些作業啊 還有像是那個什麼 呃 獵寶啊齁 基本上都有一個好的 就是都有一個這個 呃 白色的這個SP色恩齁 甚至連無課的玩家都有 所以說呢 SP的色恩我原本一直想要練齁 但是這個巴登的出現之後呢 對不對齁 我們知道巴登出現 老伯就出現了 捲 往實裡捲 沒良心就賺得更多了 齁 那SP的巴登會影響什麼東西呢 第一個就是 祖宗夢境的傷害 就會變得很 就會變得是 影響非常非常大 像我剛剛 一開始有提到嘛 這個巴登是我的傷害三分之一強齁 所以說巴登的這個影響度就很高 當然你也可以跟大佬戒 你也可以說你有穩定的大佬戒你的話齁 或許就沒有那麼急 可是呢齁 現在是在這個S8的這個團隊演真期間嘛 那我覺得S9的團隊演真齁齁 這一隻巴登齁打高商 應該就是穩穩的這個戰力差齁 像這一次的話呢 我一直有提到就是工會有這個亞爾貝達的作業 所以說呢我基本上這一次就是把所有的資源包含這個家具抽 所有的客硬都去升這個壓背的總算升到30960 那下一次的話呢有沒有這個SP的8燈 應該就是S9團隊女生的這個作業了 所以我覺得為了下一次的團隊女生 我決定在這個SP的梭麗絲畢業之後呢 就開始抽這個SP的8燈吧 雖然我覺得到了S9團隊女生呢 基本上也抽不了幾隻 但是呢目標上紅啦 目標先上紅啦這個樣子 所以SP的色恩就先等等吧 好所以我們就先射進去 然後另外呢 沾星抽可以囉 沾星抽可以了 可以什麼東西呢 白色的SP角色終於可以開始抽啦 那我們這個不求多 抽3隻就好 3隻就好 好那我們就開始抽囉 3隻開刻印就可以了 好第一隻對不對 第一抽 第20 30 40 欸有了齁 40抽就中囉 好 10 什麼東西買啦 看了看了看了很愛眼 等一下喔 欸是什麼東西買了 不好意思喔 喔 這個是競技場喔 競技場的券 競技場的券 等一下我們賣一下喔 他可以賣一點金幣喔 然後這個這個賬號金幣很多 OK好然後再來 呃哇 有點忘記了齁 抽到多少 好 340吧 哇 50了嗎 60了嗎 喔好 好 最後一隻喔 我現在只剩50抽了齁 可不可以 10 20 又滿了齁 不管了 30 好 40 還是沒有 50 又沒有 喔 還好 我有存鑽石 60 唉 這真的是要60齁 好啦 運氣不怎麼樣啦 但是呢至少也是把它抽滿了齁 好 那我們就 呃 果然3萬鑽還是依舊是沒有看到齁 好那我們就合成一下齁 1 2 3 開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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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太好了齁 終於有一個這個 這個一星的SP朔利師了齁 然後金合金色還是遠遠不夠啊 趕快齁 趕快把它放到心願清單裡面去齁 啊 不對 他本來就已經在心願清單很久了 好 然後 我們先給他這個 這個 放到 欸 他已經在加進去哪 沒有啊沒有啊 等一下 是不是又滿啦 喔 要到B7了是不是 等一下喔 B7解鎖 哇 我已經到B7了耶 太好了太好了齁 乘數越來越多了 好 B7的齁 住在二樓的齁 二樓通常管線會被主射齁 唉唷 喔 他有一個傑洛特耶齁 這樣子 你們都住進來 OK 哇 傑洛特跟SP朔利斯喔 我們這個傑洛特也是 也是屬於遊戲界的這個總馬 好 這樣子齁 升一下 OK 好 然後呢 我們就看一下 傑洛特我放進去嗎 也放進去只是沒有抽到而已齁 先來個抽一下 HP的老鷹 不是HP啊 好 抽完了 然後就給他合一下 嘿 唉唷 我的HP的朔利斯已經抽到這麼多張了 馬上就已經八張了 看來我放在那個心願前章放很久啊 好 還差一隻就可以直接九紅了齁 那不過呢 我為了這壓背的已經已經把這個定制圈都都已經用光光了齁 好啦那這個影片就到這個地方啦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見 掰掰